其實說到和聖誕桌上關的消息 繼續我們來看的是每三個小時 他們在最近就運用在地所生產的頂子一支一支 來駕出兩棧樓館的大型聖誕桌 而且每一支分別來增康都是增在到電池 在前後方是基盤的點燈儀式 講規則一定說 趁緊讓這個暗夜的運動中變得上當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循環一項還有設計 都是出自於小朋友的手 每一支筆樓都由三四位同學所換掉 並由校長和老師帶領 共同將筆樓固定 讓它變成一張 不能國小獨立無理的聖誕桌 但在這陣子 是必須從筆樓來歐空 方便在電工的電池線 你知道這個過程都看到海洞 參加主得外東的信領 在這陣子後面要進 在這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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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國小學長的庫母難標是 過去教育都是老師說什麼 學生就做什麼 但不算國小的專題課程 就是要訓練學生 在求第四個過程當年主題 所以這陣子用第四個過程 聖誕秋對發尊教幾位甚至一行 都由學生主行幹部製作幾位 甚至教育的公聽會和上討論 和方的角色 這是八方合作 其實因為現在的教育 經常是老師說孩子做 那可是怎麼樣才是孩子 讓他變成他自己是主人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課程 其實是希望透過老師孩子們 大家一起互動的討論過程 然後由孩子規劃完整以後 包括跟老師們跟家長們 還有跟全校的其他小朋友們 做一個公聽會 那在這個歷程裡面 他們就可以學到很多 因為60級的小朋友馬上就要畢業了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課程學習 將來他們碰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很好的一個邏輯思考 在做不同不同的學習業 帶著不同不同的人 來進行不同的規劃課程這樣子 衛生國小學長的規劃人 表示各年級的專題的課程都不一樣 各年級是辦聖誕暗花 五年級是設計的科學萬有花 以製造聖誕手來說 是有家長提供 三十四支的帝子 並就用重工的電火線 在眾人合作之下 在我們當時 完成到聖誕手的佈地 只有好好求問到 農高的過節氣氛 是相當的夢幻 學長的規劃人 表示 在你過日七何種基盤 令理學習新個發表會 有社團新個電演 和科學萬有花甯甯甯 三十四季 鳳梅三香 蔡鳳伯德